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石头里面隐隐地露出了一双人腿 夫妻俩人吓坏了 赶忙抱了紧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具女性的身体 发一鉴定 这名女子年龄大概在四五十岁左右 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四十八个小时 只见遇害者的裙子被掀了起来 没有穿内裤 同时左手臂有绳子捆绑的痕迹 经过进一步的鉴定后发现 女子生前曾经遭到过性侵 但是没有检验出来男性惊艳的痕迹 喉咙内部两侧舌骨大脚处断裂 头部有撞击伤 死亡原因应该是肋颈窒息和头部重击 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可以辨别凶手痕迹的线索 再加上抛尸地点非常的偏僻 警方推测 凶手应该是非常熟悉此处地貌 且长期生活在附近的人 警方公布死者特征不到一天 就有一个年轻男子来认领身体了 男子说是这名女性的儿子 她的母亲也就是遇害的这名女子 名字叫陈一玲 家住在嘉义 经营着一家KTV 陈一玲常年做生意 经济条件比较好 案发现场 陈一玲随身携带的银行卡 翡翠项链 戒指 支票 劳力士金表等财物都不见了 警方认为 凶手应该是为了钱财杀害了她 之后 警方发现被害人的银行卡 有输错密码 遭到盗领的记录 通过银行取款记录下的摄像头画面 以及被害人生前的通话记录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名字叫 陈瑞卿的男子 陈瑞卿十年53岁 是台湾嘉义县人 国中毕业之后 又从嘉义农专员一科异业 成了一名台北空军志愿艺士兵 后来又升到了上尉 但是因为在军中考评不佳 被迫退伍 退伍后的陈瑞卿 在中油公司当了一名油罐车司机 因为公司急缺人手 陈瑞卿毛遂自荐 当上了油品调拨中心的工程师 月薪有新台币7到8万元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然而 因为工作能力不足 时常遭到上级的责备 2000年 陈瑞卿辞职了 回到了嘉义县新港乡 公所财政科担任雇员 陈瑞卿痴迷六合彩 不仅赌博 还沾上了毒品 好赌成性的他 欠下了地下钱庄大笔的高利贷 遭到了暴力讨债 2003年5月22日 也就是在谢夫妇发现 女士后的第九天 警方在台南县六甲乡的 基督教医院里面 找到了被讨债人打得鼻青脸肿 无法动弹的陈瑞卿 起初 陈瑞卿并不承认杀人的罪行 企图蒙混过关 但是警方发现 在病床前一直陪护着陈瑞卿的 消息女子手上 赫然带着陈一玲那块 价值不菲的 劳力士金表 面对误诊 陈瑞卿竟无法抵赖 只好承认了罪行 2003年5月份 陈瑞卿劫持了陈一玲 在陈瑞卿的猛烈追求之下 两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是这段感情 从一开始 就带有强烈的目的心 在刚认识两天的时候 陈瑞卿就开口 向陈一玲借钱了 还要求她 抵押房屋给自己当零花钱 陈一玲以考虑中为由 间接地拒绝了她 当时的陈瑞卿 正在被地下钱庄催债 急需用钱 于是陈瑞卿动了杀机 还邀请陈一玲到嘉义市 西南区向荣街 无险地庙见面 说是要带她去南投竹山玩 陈一玲没有多想 就坐上了陈瑞卿的黑色吉普车 在车上 陈瑞卿拿出了一瓶 宝甘丸 让陈一玲服下 说是可以养生 宝甘丸是胶囊状的 其实里面的药粉 早就被陈瑞卿换成了安眠药粉 十几分钟之后 陈一玲昏迷了过去 陈瑞卿拿出了 事先就准备好的尼龙绳 捆绑住了陈一玲的双手 这个时候 陈一玲醒了过来 还伸手想要打陈瑞卿 但是遭到了残暴的殴打 随后陈一玲昏死过去 陈瑞卿竟然色性大发 但是由于性功能障碍 她用手指伸入了陈一玲的下体 这也是为什么 尸体有被性侵的痕迹 却没有发现男子惊艳的原因 随后 陈瑞卿又用石头 重击了陈一玲的头部 将她推下了山崖 并且将她的随身财物全部带走 把其中的劳力士金表 送给了新结石的消息女友 本以为案件侦破 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却没有想到 随着对陈瑞卿的调查的深入 竟然从她的身上 挖出了一系列的连环案 而案件的受害者 都是陈瑞卿的妻子和孩子 警方发现 陈瑞卿的两任妻子 两个妻子 一个亲生儿子 均意外死亡 而陈瑞卿因为这一连串的案件 获得过不菲的保险赔偿金 两度丧妻 三度丧子 让警方觉得 事件可能并不简单 在对陈瑞卿进行第一次审问的时候 他坚决地否认自己 与亲人们的死亡有关 还反驳说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意外 警方告诉他 光是陈瑞卿的命案 就足以判处他死刑了 如果他老实交代的话 警方就会帮忙安排 祖先排位的供奉事宜 直到这时 陈瑞卿才松了口 供出了台湾保险史上 最严重的杀人骗保事件 1974年 陈瑞卿与第一任妻子 曾碧霞结了婚 两个人结婚之后 生育了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婚后第11年 1985年元旦 陈瑞卿因为工作原因 与妻子发生了争吵 在家中的浴室里面 对妻子实行了家暴 曾碧霞不慎滑倒 磕上了脑部 住院治疗 陈瑞卿借口探病 把妻子从病床上拖了下来 用她的头撞击床脚 连撞了好几次 导致妻子 颅内出血死亡 随后 陈瑞卿谎称妻子 是因为不小心 被电风扇的吊扇打到了头 后来又在病床上跌倒 意外死亡 获得了新台币 235万元的保险金 在第一任妻子 死亡仅仅几个月之后 陈瑞卿与单亲妈妈 王淑英再婚 王淑英是嘉义县的 一位国小教师 收入稳定 性格温和 在与陈瑞卿结婚前 育有一个儿子 婚后跟随陈瑞卿后 这个儿子改名为陈一智 成为了陈瑞卿的养子 1988年 陈瑞卿欠下了 一屁股的赌债 这让他又萌生了 杀人骗取保险金的念头 他借口妻子 经常顶撞王淑英 打了陈一智一巴掌 陈一智不慎跌倒 撞成了轻伤 下班回到家后的王淑英 看到儿子昏迷不醒 立刻把儿子送到了医院 陈瑞卿顾忌重施 借口探病 趁王淑英不在的时候 抓住了陈一智的衣领 将她的头 往病床的水泥墙 狠狠地撞击 陈一智被活活地 撞成了脑水肿 不治而亡 陈瑞卿依旧对外宣称 是在病床上跌倒死亡的 骗取了406万的保险金 这个时候 王淑英还被蒙在鼓里 1995年 陈瑞卿染上了毒瘾 债台高筑的他 再次动了杀人的念头 而这次 这个恶魔把目标 转移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上 15岁的陈建宏 是陈瑞卿和第一任妻子 生下的儿子 陈瑞卿说 儿子加入了帮派 不好好读书 一巴掌将他打倒在地 然后拿起了一块装饰用的石头 重击儿子的后脑勺 把他给活活打死了 然后 他谎称儿子遭遇到了 严重的车祸死亡 又向保险公司申领了 472万元的理赔金 多次数额巨大的保险金申领 让保险公司对陈瑞卿 不再信任了 但是死去的毕竟是亲生儿子 理赔人员虽然怀疑 但是出于对伦理道德的考量 觉得没有人会对自己的 亲生骨肉下手的 还是给陈瑞卿放了款 1996年 陈瑞卿得知第二任妻子 王书英 有数额不菲的 公教人员保险理赔金后 懂得杀心 8月19日晚 他甲义带着妻子出游 开车来到了嘉义县新港乡的时候 陈瑞卿突然从驾驶座底下 掏出了一根石心的木棒 对着妻子的头部 猛烈瞧击 将妻子打死 随后 陈瑞卿将遗体 弃置在了嘉义市市前路附近 并且伪装成了车祸现场 当时的办案警察 其实对于车祸原因 是有所怀疑的 因为尽管王书英头部右侧 有约6公分的猎伤 但是方向盘与挡风玻璃 都没有撞击的痕迹 地上也没有刹车的痕迹 但是由于证据不足 还是以车祸结了案 王书英死后 陈瑞卿获得了保险理赔金 1137万元 以及一栋价值500万元的房产 还持续领取了王书英死后的 遗属抚恤金数万元 王书英去世后 仅仅一个多月 陈瑞卿就开始猛烈地追求 王书英生前经常光顾的 服装店的店主 颜丽勤 两个人于1997年结婚 颜丽勤与前夫育有一子一女 婚后都改姓为成 1998年 就读高一的妓子 陈宗庆头痛 陈瑞卿给了妓子几颗安眠药 谎称是止痛药 等到妓子昏睡之后 陈瑞卿将他以 倒栽从事扛下了楼 沿途将陈宗庆的头部 数次撞击楼梯 又伪造成了意外跌倒死亡的脚像 陈宗庆不治身亡 这之前 陈瑞卿为陈宗庆 投保了六家保险公司 共计保额高达1925万元 保险公司发现陈瑞卿 有多名亲属 都死于头部外伤 同一死因 只赔了25万元 就停止给付 并且要求 立委彻查陈宗庆的死因 当时的嘉义地检署检察官 曾经对陈宗庆的遗体 进行反复的检查 但是当时的技术条件 仅仅能够判断 伤口是冲撞伤 无法判断外力是从何而来的 而陈瑞卿声称 是因为意外跌倒受伤 也完全符合冲撞伤的死因 于是只好开具了死亡证明 同时保险公司还请来了警方 监听陈瑞卿的电话 但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他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 调查只好结束 严厉卿不再信任陈瑞卿了 要求离婚 遭到了陈瑞卿的恐吓 支付给他了120万元的分手费后 才完成了离婚 至此 陈瑞卿连杀了五个亲人 骗取了4000多万的赔偿金 但是都被他赌博输光 此外 警方还怀疑 两位早先失踪的女性 也有可能死在了陈瑞卿毒手之下 但是陈瑞卿拒不承认 2004年 嘉义地方法院判处陈瑞卿五个死刑 一个无期徒刑 陈瑞卿不服并上诉 在台湾高等法院 台南分院进行无审时 法官因为陈瑞卿有自首情节 符合自首减刑条理 适用于1991年与2007年的减刑条理 面具了他的五个死刑 只是判处了他20年有期徒刑 然而因为陈一玲的事件情节十分恶劣 经过多方的努力 陈瑞卿最终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陈瑞卿仍旧上诉 台湾最高法院驳回其上诉 判处其死刑成立 积压在台中看守所 在看守所时期 陈瑞卿企图以400万元贿赂承办警察 当即遭到了拒绝 2011年至2013年间 陈瑞卿八次向台湾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申请再审 均被驳回 2013年4月19日 法务部部长曾永夫签署执行令 将陈瑞卿执行枪决 在执行枪决的时候 常年吸毒的陈瑞卿 打了一针麻醉药之后 竟然还十分的清醒 又补打了一针 法医才确定其昏迷 将其枪决 在扶法之后 犯下滔天罪行的陈瑞卿 无人收尸 连他死前同意捐赠的器官 都没有医院同意收 法务部只好将他的尸首 送往了兵衣馆兵存 事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警方曾经在 陈瑞卿的随身物品当中 发现了一个小笔记本 里面详细地记载着 遭他毒手死去的 五位被害人的 生辰 忌日 和八字 警员推测了 陈瑞卿 他是在找 六合彩名牌呢 他们愤爱大怒 杀七小林保险金 还想利用死人中奖 这样的垃圾禽兽 判他一万个死刑枪毙一万次也不够 作为正常人 我们无法理解陈瑞卿 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接耀连三地 对着亲人痛下杀手的 但是 至少从这个案件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点启示 那就是 一定一定要远离赌博和毒品 最后 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